有民众目击拍到一名男子手持球棒 大力的潮水旅车车窗猛砸 每个车窗全被他大力敲破 这边打完还不够 又走到车尾再朝后挡风玻璃砸下去 接着再往另外一边继续砸 直到车窗全被砸破 男子才甘愿罢手 那整个过程呢 也全被路过民众用手机拍了下来 中号队 中号队 中号队里 砸车事件就发生在11月30号白天 地点就在台中海线的清水 有民众目击一人球棒队 大啦啦在街头上演打击练习 那一辆休旅车惨遭毁损 只是男子到底跟车主有什么纠纷 非得在光天化日下砸车 目前还正有警方进一步追查男子身份 以及砸车动机